驾驶一次不熟路况 误闯开进了夜市 新北市板桥南亚夜市连假期间 人潮相当多 民众逛到一半发现 怎么有小轿车开进来 动弹不得 另外在台北市万华 有驾驶开进了夜市 还差点撞到摊贩 老板气得直接拍车提醒 双方一度爆发口角 我东西就准绝不准 那你东西又哪里 你也自己去除了好不好 夜市摊贩老板 Key Poop的直喊 自己的东西被撞坏 女乘客也吓坏 因为当时老板 怕自己的摊位 被撞到出手 拍车提醒 冲突发生在台北万华 西昌这夜市 20号晚上9点多 当时不少人在摆摊 但这名驾驶却误闯开了进来 沿途左闪右闪 有摊贩老板跑出来 指挥到一半 叫声拍打车子提醒 但就是这一个举动成为导火线 双方一度爆发口角 一人扭一拨就好了 做生意 就是要赚一点钱了 驾驶不熟悉 误闯夜市还不止一桩 也出现在这里 步入歧途的 新北市板潮南亚夜市 周日晚上人挤人 但一辆轿车出现在路中 卡着动弹不得进退两难 开心逛夜市的民众傻眼了 怎么逛一逛却突然塞车 时间还长达五分钟 夜市一般都会限制汽车进入时间 小心违规 一旦被检举 最高可罚一千八百元 这种另类逛夜市景象 真的怎么看 怎么危险 记者马哲林明州台北新北 综合报告